刚有提过 如果我想要知道 这里面有几个数字 几个是数字 OK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他总不可能说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个不是 四个 这样你永远算不完 而且如果资料量大的话 那天哪 你怎么算哪一年 第二个是如果我想知道说这里面有多少个是有资料的 也就是不管他是放什么资料 放数字也好 放文字也好 我都要算有资料 好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空白的 空白一个 两个 你这样不可慢慢看 第三个是如果是数字的话 大于三十有几个 那怎么做 第一个一样 有几个数字 请你第一个插入函数 找到什么 统计 特别注意 四个答案刚好在哪里 刚好在Cons开头的 这个是第1个答案 Cons 关键字来了 有没有 计算范围中包含什么 数字 OK 关键字 第2个是Cons A 是什么呢 关键字 范围中 非空白的 OK 那Blank呢 空白 一幅 就跟Sum很像 不过刚刚Sum是加总 Cons是算几个 OK 所以特别注意Sum是加总 Cons是加几个 这两个概念跟枢纽分析表的概念一模一样 枢纽分析表 如果你里面资料是数字 它就自动帮你加总 如果不是数字呢 它就帮你Cons 算几个 OK 这个概念一模一样 其实这个延伸你可以 把它套用在那个枢纽分析表的应用上面 好 那再来的话按确定 我们先试一下 这里面有几个数字 我把范围给它 它告诉我里面有53个 那这里面的话有几个是什么 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非空白的 抗子A 然后把它选起来 选错 选这个范围 OK 打勾59个 所以如果问你说这里面有几个不是数字 那就把59-53就好 因为这个是数字的 这个是有资料的 那一减就知道非数字的 OK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里面是空的有几个 那当然不要傻傻的去算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用count blank 所以跟他讲说这个范围里面是空的 7个 OK 然后里面是大于30的 那就一样是用什么 count加f OK一样有count加f 加s 多条件 这个范围 然后呢 条件什么呢 大于 30的 OK 你会发现一样也是四串 诶 criteria 一样嘛 所以有没有支援外用支援 应该也支援 有没有支援or跟 and 一样没有支援 OK所以其实用起来跟那个 三米符还蛮像的 有7个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而且大于30的 就7个 好 所以后面其实呢只要有这三个函数的了解 尤其是count if的了解